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又奉迎仙馆主白 懒人好主义 都是有Kanis和Ruby教大家煮好菜 12分钟煮两个好菜 今天这两个好菜是适合不同类型的观众 一些菜是清淡的, 一些是惹味的 Kanis, 今天介绍什么给观众 清淡淡的就是香芹豆腐 另一个比较惹味的就是洋葱蒜子鸡肉 这个香芹豆腐, 我用了一个硬豆腐 然后用了一个滷水的炸豆腐 之后我会再加一些西芹和红椒 让它有更多香味 调味料就简单, 用酱油 至于另一个惹味的菜又有什么材料呢 当然有这个鸡肉 之后我会放了一些酸头, 红椒 然后调味, 我用了日式的酱油 还有这个红椒菜 你的志爱 对 好, 想吃好菜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了, 好 好, 12分钟来了 好, 先腌下鸡肉 有些酱油 之后有些酒 这次鸡肉我们没有用到鸡皮, 对吗 也用了 比较少一点 对, 也用了 好, 现在我们就先把鸡肉加热 然后我们先把鸡肉加热 先把鸡肉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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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我们做菜, 或者我习惯 是会把鸡肉加热 是 为什么你不会这样做 好像把鸡肉加热 好像出味了 对, 因为我想完整一点 但是这里, 其实你用慢火 就是中火至大火 好, 慢慢炒至金黄色 要不断地, 像我现在这样盛 让它没有太容易 即是焦了一遍 炒至有些香味 因为他们喜欢吃蒜头 对, 你… 朋友真的很喜欢圆粒地吃 对, 拍扁也可以 拍扁就快点出味 就不用像我现在这样 慢慢盛着它 有不同的煮法 对 然后有红椒加进去 洋葱 还是一直继续这样盛着它 对 然后加入鸡肉 然后加入鸡肉 我盛一盛它 所以就更加好吃 先加入一些鸡肉 煮菜 真的很重要 听到这个 听到鸡肉 明镜需要的 好, 加入点酱油 放進去 又是攪拌均勻 可以一直幫你攪拌 可以的 不用 放少許鹽 放一些糖 然後放紅蔥酥 先攪拌均勻 紅蔥酥真的煮很多菜 都是很好的調味料 對,因為味道很香 因為炸了之後 放一點油去炸 因為炸紅蔥的油炸 所以味道很濃郁 加上麻油 蓋上蓋子 慢慢把火焗一下 好,暫時不要管它 對 另外一面的香芹豆腐 首先要把豆腐煎上 時間只用了大約三分半小時 是 好, 放了一個鉗 這次是甚麼豆腐? 硬豆腐 煎方面會用一點點嗎? 對, 比較控制 其實會比較難, 但會比較好 對它們還是要溫柔一點 對 這裡我們炒開, 煎一下 是否最重要還是要吸乾? 對, 煎之前可以吸乾水 然後這是我的滷水炸豆腐 這個要在台灣食品才能買到 如果真的買不到這個 普通的豆腐檔 它也會有些炸豆腐 或者是老豆腐, 也可以的 然後這個就會有一點滷水的味道 這個就是吃潮州版本 對 對, 類似的 煎著的 我以為煎到金黃色的味道 有時候我們就這樣煮一個桑 或者就這樣煎豆腐也會煎成這樣 對, 熱熱之後也想有金黃色 不過就不用積極, 一定要金黃色 因為待會我們再加調味 加進去和配料就會比較好 那就翻一下 煎豆腐就要給它一點耐性 是 因為有很多麵 有些就連旁邊也會煎到金黃色 對, 正說 譬如現在這樣比較薄一點 可以煎兩面而已 但有時候四四方方一磚 你會覺得… 有多少麵? 滷麵 對 要煎色仔, 要煎到金黃色 真的比較難 有時候可能再難一點 就這樣煎的豆腐也是當作菜式 其實現在有兩種豆腐已經很豐富了 再加幾種, 例如你之前介紹的五香豆腐 又或者做一些比較軟的 這樣也可以隨自己配搭吧? 也可以的 不過有些人喜歡同一個質感 例如現在這個就叫同一個質感 即是硬身豆腐 如果你的豆腐乾 最好買兩種不同的味道的豆腐乾 如果用軟身的豆腐 我最好做正如一樣 就會好一點 不過有些人不介意, 無所謂 可能想吃上這麼多款式 放進去也可以 因為我比較貪心 試過換了幾個月, 好嗎? 好, 這裡我們慢火先煎 現在我們看看我們的雞肉 是哪一種有出水, 所以它不會抽得很乾 洋蔥 對了 這裡就攪拌一下 現在收乾了一點 對了 如果你喜歡洋蔥再軟一點 你可以焗久一點也不錯 但不怕雞肉會變得老 不怕… 因為我很喜歡吃軟的材料 因為保持慢火是不錯的 對 拌一拌後, 放一些炒香的芝麻 然後放進去 如果我想多加一點蔬菜 在這個菜式上 是 可以加些甚麼 你可以加一些類似瓜類的材料 不過還要切薄 例如你可以加一些青瓜片 大約是一片的, 比較厚一點 又可以加脆肉瓜片 對, 兩樣都可以 對, 這樣可以加的 這裡我們就加芝麻, 拌勻一下 這個雞肉我們可以先鮮上一碟 好, 對 雖然我也是喜歡吃肉的人 經常覺得淡淡肉是最好的 但慢慢覺得其實需要吃多些蔬菜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選擇一些 如果蔬菜有肉的菜, 就好像… 一起吃, 像甜味一樣 對, 像這個樣子 時間大約用了一百分多鐘 是 看到洋蔥有點軟 對, 我真的很想吃 對, 我真的很想吃 很多時候洋蔥也像配菜一樣 是 但其實配搭不同的菜式 我覺得它也可以是一個主菜 好了, 看回我們的… 這就完成了 對, 看回我們的豆腐 煎得很漂亮, 像金黃色 對 煎得很漂亮, 像金黃色 煎得很漂亮, 像金黃色 煮菜很多時候都要講耐性 我覺得煮菜在這麼多技巧裡面 煎是最需要耐性的 對 經常都覺得快點, 快點, 不如大火一點 對, 半分鐘呢? 煮好了 對, 但裡面又不熟 尤其是煎豆腐 豆腐煎魚會比較容易 我覺得煎豆腐比較難 因為你怕它會比較難 又要吸乾水 否則會彈到四處都是 這就要浪費一點耐性 我試過煎豆腐 但不是經常成功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黏住一邊 是 我就想, 究竟是沒有吸乾水 對, 還是什麼呢? 每次都總有一些難題 好, 接著我們就加些… 西藤 西藤 純粹是想要那個… 味道… 對 有些喜歡用中國芹菜 也可以加中國芹菜 是吃起來的質感比較不同, 還是… 味…香味不同 其實豆腐本身也有些人不太接受 其實西藤也有很多人不太接受 對 但其實兩者加起來的味道 你猜不到是… 這麼配合 對, 沒有了… 我本身是西藤的 是 但如果這樣, 我就沒問題 我本身… 因為我沒問題 但也吃, 但小吃 有些人不太接受 不選這個 對, 但中芹菜我還沒問題 真的很奇怪 但這樣加進去 就可以兩樣都吃得到 也是, 有些菜式小時候不會吃 對 到某年紀就會吃 或者用不同的煮法 你會覺得可以改觀 好, 開始放些調味 我放了水 放些醬油 我看你所有的調味料和材料都下來了 都差不多了, 對… 時間也差不多了 控制得非常好的時間 可以煮到兩個菜 我覺得這個菜式有個很好的感覺 就是有軟的質感 又有硬身, 即是脆身的質感 是否煮起了就可以了 對, 煮起了就可以了 首先, 我們可以先把豆腐拿起 大人小時候也適合這個菜式 是的 想吃好菜的話, 說得沒那麼容易 12分鐘, 說得這麼快就完成了 兩個好菜, 日如今晚, 嘗嘗做吧 Lun Sang 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